大家好,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 其真实的含义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活摘贩卖张阳、徐悦为主线 以谋杀张阳、徐悦及其家人为目的,而进行了国家经济建设 那么这种经济建设具有着反人类的原罪 由此,张阳和徐悦作为直接受害人以及当事人 现在公开站出来向全世界宣告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签署的所有国际贸易协定 从即日起,全部终止作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签署的新的贸易协定 必须经过张阳、徐悦当面的 当面,人对人的当面的批准同意 并亲自签署 才可以生效 否则一律非法不向 从前日签署即日起,宣布作配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 张阳和徐悦直到今天还在遭受着中国共产党 以江泽民为首的反人类犯罪集团的电子武器的残酷迫害和虐待 他们妄同谋杀张阳和徐悦 他们利用公检法 联合雷厉业张工方 纠缠 西岳张阳拖延时间 这种上下其手的列行 已经被彻底曝光 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贩卖人口 贩卖人体机关 拿活人做人体实验的反人类的经济发展的模式 必须到此彻底结束了 所以把张阳和徐悦作为受害人 直接站出来向全世界公告 中华人民共同国从即日起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 中华人民共同国与世界各国签署的国际贸易协定 从即日起全部终止作废 中华人民共同国与世界各国签新签署的国际贸易协定 没有经过张阳和徐悦的当面批准 并亲自签署 一概非法无效 从签署即日起宣布作废 我希望全世界的朋友们 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 必须立即制止 终止这种反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 必须严惩反人类的犯罪凶手 杀人犯 必须返还张阳、徐悦的财产 必须释放张阳、徐悦及其家人 这些人质 这是人类社会最丑恶 最无耻 最黑暗的一幕 这一切必须到此结束了 好 谢谢